臭豆腐 就是這個臭豆腐他非常的厲害 是我目前吃過台灣最好吃的臭豆腐 欸 等一下 洪老闆 洪老闆 你怎麼會有這個東西 你要哪來的 那一顆是哪來的 有一個老師在退學都把他收過來 幹真的嗎 啊 賣我 先來 我要我要 我先要 這古董咧 所以我要啊 開什麼玩笑 古董所以我要啊 小心你的腰啊老闆 不行啊 你來 65公斤欸 嗨大家好歡迎收看超人真少年 我們原本今天要拍的是一個美食節目 結果之後意外發現了這個東西 於是呢我們今天就決定來特捷拍一集 細工小學堂除漆除袖版 講到除漆除袖呢 它基本上會有幾種方法 第一種研磨 第二種用化學藥劑 第三種呢用水刀或噴砂 然後第四種 偶爾你會看到一種雷射的方法 那我們今天就從最基本的 研磨開始教學 那通常講到用砂輪機來除漆除袖 大家應該都會用過這個東西 就是鋼絲刷 個人最討厭的缺點就是 它的這些小鋼絲 它會噴在你的衣服上 然後砸到你的肉裡面 有的時候你可能還會被顏色一下 所以其實現在我們比較帥的人都用這個 不織布結構 碳化系組成的 實驗紫金鋼專業版 重點就是它會比傳統式的鋼絲還要更安全 那它不會有太多的東西射在你的身上 那還有第二個重點呢 就是它在啟動的時候 沒有像以前傳統的 整個晃動到你手無法控制 還有第三個 就是它的聲音會比較安靜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用這個東西來示範給大家看 如何除漆除袖 所以像這種傳統的鋼絲刷呢 我們就跟著時代淘汰它吧 掰 像我們今天要除的這個東西呢 就叫做牛角氈 以前從 牛角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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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角針呢 它從以前呢 就是拿在它的打罩 所以你看人家的打刀阿 дляjorg 會像一些鍛造阿 或是一些小板件阿 然後都可以在上面操作 它有一個最特別的特性就是它的聲音 來喔爆的東西幾個 ! 八千八百八 我們今天多少錢不買 六千塊不買 壞 沒有啦 壞 六千塊不買 壞 MEN MEN 你們有沒有去問夜市喊嚇 老一輩的師傅 大家會跟著自己的個性 然後敲出不同的節奏 搖滾 METAL雙踏 PANKE Yes 秉夫人 家人本住蘇州的層邊 家裡有錢又有錢 到底要磨了沒 好 我們馬上進入研磨 每一集都要講一次 反正該帶就是要帶 好的 如果你沒有用過砂輪機的朋友呢 請看一下我們以前的砂輪機基本操作教學 記得你的刀口要盡量服貼你的弓箭 這樣子能夠讓你的研磨更順暢 那接下來我們就加快速度囉 好了 你看這樣是不是非常簡單呢 那我們這樣就可以用很快的步驟 就進行到下一個上漆的動作了 那你看他現在摸起來 就像是你嬰兒的小屁股一樣 砂輪機他在使用在研磨跟除漆除袖上面 他其實是非常方便的 不過呢如果今天你是一個大劍的弓箭的話 我會建議你去噴砂或者是用水刀去洗會比較快 所以呢如果今天你要處理這種 阿公阿祖等級的古董物呢 你用不織布研磨片 他來處理他的漆面或他的袖面 他不會傷到他真正的肉體本身 而且他能夠把你去除得非常乾淨 那他去除完的那個紋路 剛好是適合你在上漆的時候 咬住漆面所使用的 當然他也可以處理掉這種成年的鐵鏽 或者是貼滿一些雜七雜八貼紙的木頭 還是說今天你想要把你的電解卡換給顏色 如果你是一個孝順的小孩 你也可以磨人家的地板 不過呢我們今天沒有要教你上漆 我們今天只有教除漆除袖的研磨教學基礎 那如果你要想要學噴漆或噴槍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跟分享我們的影片 然後還要開啟小鈴鐺 這個東西我們下一集會再教 這也是超認真少年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託 那要有節奏 大家看看 我們要突然敲一次 你們回去夜市喊架 今天八千來吧 七千來吧 我們剛剛買兩萬多塊